景气数据转好 但是联发科今天召开线上法书会 营收毛利率却双双亮起红灯 预估今年第一季在传统淡季 以及国际经济情势影响下 营收将季减将近两成 毛利率则预估最低可能跌到32.5% 毕竟30%大关 引起法人高度关注 观点IC设计大厂联发科 2016年营收表现强劲 但市场竞争激烈下 联发科财报数据显示 2016年Q4毛利率从第三季的35.2% 下滑到34.5% 今年第一季还可能跌到 32.5%到35.5%的区间 逼近30大关 今年第一季营收预估季减最多22% 可说亮起红灯 我想因为去年 整个联发科技 2016年算是一个成长蛮强劲的一年 因为这个机器已经高了 所以要在像去年这么高度成长 这个是我们是觉得 这个地方是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还是17年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以成长为 我们的努力的目标 成本优化的这个新产品 应该从下半年可以 逐渐在市场上来放量 现前将预估今年第一季在传统弹季 以及国际经济情势变动下 第一季营收表现不佳 展望今年智慧机趋势 联发科预期 2017年全球智慧型手机 成长量将小幅成长4%到6% 达到16到17亿只 中国市场持平 但新兴市场将有14%到16%的成长幅度 尤其印度 东南亚等地 LTE晶片转换需求强劲 而此外高阶晶片Helio X30 将在上半年推出 持续优化成本结构 连发科去年宣布投入 车用电子领域市场 希望力冲市占率达到20% 并与中国思维图星合作强化 跨平台优势 2017年联发科将力拼维持成长 并预估手机以外的产品线 包括车用电子与消费性电子 未来几年将有不错的营收表现 新大街市沈卫通台湾台北报道